第1188章神灵血河上的礼物 先允之地的灵巢 还在潮汐变化 并未完全消散 这是因仙宫的出现 带来的机缘造化 其实还没有彻底结束 结束的 只是五层以下罢了 对于那些准仙大帝而言 第六层世界 才是他们所渴望 且想要尝试踏入之地 所以当许清走上天边 站在苍穹上 看向大帝时 他目中所望的仙宫 在那朦胧里 依稀有浪涛之音 在天地间回荡 其心神类在这一刻 有索波兰 来自仙宫的全属 让他有一种冥冥中的认知 第六层世界 有人进入了 取清目录其忙 第六层世界 是只有达到下仙战力 才可踏入之处 且因仙宫的层次 所以即便对下仙来说 也是机缘 要么是有位之下仙进入了仙宫 要么是准仙礼 有人突破了 可惜 我虽具备了仙宫的全属 但修为的限制 现层次的不足 使得我无法进入第六层 取清摇头 倒也不急 掌握了仙宫的全属后 他进入羡慕以不需要等待特定的时间 随时来到这里 都可踏入 等我仙胚形成 第十集有所明悟后 还可再来一次 不知那第六层世界 是个什么样子 许清深吸口气 在苍穹一晃 刹那消失 出现时 已在仙陨之地外 此刻苍穹方才出现的那些对应准仙斗令的星陈图 已逐渐消散 被赤红的极光重新遮掩 但第三环节的开启 使具备准仙斗令的修饰 彼此的感应要比曾经敏锐不少 且神念融入令牌内 隐去的星陈图 会在星神浮现 方便杀戮与掠夺 这正是第三环节的残酷之处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将自身的准仙斗令隐秘 只不过能做到的人不多罢了 可显然 星环子是可以的 所以许清即便是神念融入准仙斗令 在这星图上 找不到星环子所对应的星陈 这也在他意料之内 星环子 不可能犯这种程度的错误 于是许清体内紫色水晶一动 散出气息 将他的准仙斗令笼罩 也选择了隐秘 如此 这场追杀 才可更为顺利 至于踪迹 许清目中幽芒一闪 右手抬起 顿时星环子那一缕 被许清从时空中摄取的气息 在他掌心升腾 不断地变化中 融入了许清的神念 很快 他就感知到了一个方向 飞驰而去 时间流逝 许清的速度很快 但被他追杀的星环子 速度一样惊人 虽星环子的修为境界超过了许清 可他被斩杀过一次 以密法替死重新形成之身 终究还是有些虚弱 故而在速度上 无法拉开太大 也难以真正地逃脱出许清 依靠这气息的锁定 就这样 三天过去 远远地 一片浩瀚的沙漠 在许清这急速的追击中 浮现在他的感知内 那是 时光沙漠 这是许清第三次看到这片沙漠 第一次 发生在过去 身边是云门迁返 第二次 是在镜像的历史里 身边是极光仙主 此刻 是第三次 凌望沙漠 许清心中波澜 沉默了片刻后 他走入沙漠里 风沙 在前方呼啸 似在述说古老的故事 沙利 在天地翻腾 要为这故事 拉开序幕 走在沙漠里的许清 感知沙漠内的时空变化 听着风沙里的故事 默默前行 以他如今线的层次 沙漠里的时空 他看得比曾经更清楚 直至 镜像历史里 极光仙主带他所去的那片区域 映入了许清的墓中 许清的脚步停了下来 放眼看去 这里 在镜像历史中 本是一片存在了各种 美妙形状与颜色的花海 花海里的花 应该是有的像翩翩起舞的蝴蝶 有的像展翅玉飞的仙鹤 应该是每一朵都散发着独特的芬芳 他们 是极光仙主亲手种下 因为琪琪 喜兰花 更是在这里 极光仙主告诉其子 未来 每年都要在此地 种下一株花 直至整个时光沙漠 成为时光里的花海 而如今 许清望去 一片枯萎 花海 早就在岁月里 不复存在了 但许清却笑了 因为他目光所看的重点 不是泛泛的枯萎 而是在那枯萎的花海正中心 两朵似乎被种下不久的小花 那两朵兰花 生长在枯萎的花海里 在微风拂过中 微微咬异 彼此青触 散出属于他的花香 一夕间 许清的眼前似浮现出了极光少主 雨林黄仙子的身影 他们在这里 种下了两朵花 而镜像历史里来自极光仙主的声音 在这一刻似乎也随着风 在许清耳边回荡 未来 你要记得每年来此 种下兰花 让这里 永远都有花海 取久 许清收回了目光 蹲下身子 从时空里取来此地曾经的花种 将其种了下来 随后一拜 他相信 此后每一年 这里的花都会多一些 直至若干年后 时光里的花海会重现 而这片时空沙漠 也终于就成为时空花海 从苍穹落下的赤红极光 也在此刻变得温柔起来 洒落在兰花上 虽不是如当年那样的金色 但依旧还是围这里 增添了如梦境般的浪漫 也将于香 留在了许清的身上 不知是不是于香带来的祝福 许清在离开沙漠的第三天 在荒野上 找到了藏匿在那片区域的地底 正疗伤的新环子 似乎新环子的伤势 已无法支撑他这般持续的讨论 所以不得已之下 在布置了众多阵法禁止后 他想要将伤势压制下去 但可惜 许清的出现 将这过程打断 于是一场轰鸣八方的战斗 在荒野上 又一次开启 全胜的新环子 都曾被许清斩杀 更不用说如今伤势未遇了 所以这场战斗 开启的迅猛 过程也并不漫长 新环子 第二次死亡 但这一次 在斩杀之后 许清的眉头皱得很紧 他望着新环子化作飞灰之地 半晌后 南南滴雨 这时故意来等死 以此 消去我的锁定 随新环子的死亡 许清手中的那缕气息 消散了 而时空中也没有了新环子的痕迹 无法继续追寻 也不能再去锁定 不愧是第一星辰 即便是在这般困境下 也还是能以如此方法 斩断我的追击 许清抬起头 望向远方 不过你终究是要回东部 而离开西部新玉 回归东部的路 虽有多条 但有一条 怎么看 都是最安全的 取清目中幽芒一闪 望向神灵血河的方向 神灵血河的特殊 在于百度人 只要踏上了百度洲 在百度人的规则下 就可绝对的安全 负责这安全的 是百度人 即便是有追杀者 在这规则保护下 必被百度人阻止 另外 因百度洲的费用 唯有在第三次时才是一生 所以第一次与第二次 对于修饰而言 可以承受 同时 在百度洲渡河的这段时间 与那安全的环境里 也很适合疗伤 我能想到的 他也一定可以想到 取清晨吟 最终 他还是选择前往神灵血河 一方面是因神灵血河 的确是新环子的选择之一 而自己既然失去了对方的踪迹 与其在其他路搜寻 不如蹲守在一个地方等待 若来最好 若不来 那么留待以后斩杀就是 总会遇到 另一方面 许清记得林皇仙子曾说 在神灵血河那里 为自己留了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 许清心中有所猜测 但他不确定 如果真是我猜测的那个礼物 那么若新环子选择了走血河 就有趣了 想到这里 许清心中有所决断 身体一晃 摸移而去 半个月后 许清的身影 出现在了神灵血河的岸边 神灵血河很长 但百度的地点固定 只有那么一处 而岸边在河水的亘古清袭下 已然赤红 修建在那里的木质棧桥 其上的木头亦是如此 于河水的冲洗里 透着腐朽 风吹来 好似鬼怪的嘶吼 射人心魂 踏在这红色的河岸 走在腐烂的棧桥上 许清听着风声 闻着被封出来的血腥 望向如海的血河 那里 看不到尽头 只能看到无边无际的浪花翻腾间 河水的颜色与苍穹的极光 时时刻刻都在灰映 而在这赤红的水添衣色里 在这诡异阴森的血河上 在这鬼哭朗嚎的呼啸中 有一艘古老破旧的漆黑舟船 正从远处 缓缓驶来 翻腾的河水 在其面前变得安宁 暴躁的大风 在他面前变得温顺 他无声无息 如厉鬼临近 直至 停靠在了战桥旁 停靠在了许清的面前 这是一艘百度舟 但上面 没有百度人 只有一件缩衣 一个斗笠 以及一枚玉检 玉检 在许清目光落去的一刻 碎裂开来 天地间 回荡了灵皇仙子的声音 这是 我送你的礼物 没有因果 没有束缚 因为所有的因果 我都已斩断 所有的束缚 我都已带走 连同百度人的使命 我亦带之 这是一艘 完全属于你 且不需要完成 其使命的百度舟 由我复兴 新手打造 第1189章应节 神灵血河 是当年第五星环 被斩杀的众多神灵 鲜血所化 其内除了神火境外 神台也有众多 甚至真神也允不少 就连神主 也存促尊 故而这条河内 蕴含了浓郁至极的意志 且还有滔天的神 愿与死气弥漫 虽整条血河 被河岸两侧镇压 如愿龙被锁 彻底地禁锢在了这里 使得其内意志与怨气 无法蔓延八方 难以清洗外界 但 修士若是闯入河水的范围 必被清洗 从而身魂如污 甚至还会埋下神灵因果 对未来影响极大 除非是具备准先大地修为 才有不依靠周传 横渡神灵血河的资格 可也只是资格 因为这种横渡 存在巨大的危险 此危险一方面来自 血河内神灵气息的污染 另一方面则是来自 血河内的诡异 死的神灵太多了 在这无数岁月的沉淀中 没有人知晓于这血河里 是不是诞生出了神灵之物 又或者出现了什么更为恐怖的存在 所以即便是准先大地 在横渡此河时 也要小心翼翼 时刻警惕 除非是必须要横渡血河 不然的话 准先大地也轻易不会走这条路 当然 在必须要走的情况下 若能乘坐百渡周 则自然最好 于是 有了百渡人 但看似百渡 时事巡查 而百渡周 就是他们的工具 每一骚 都是专门针对神灵的至宝 行驶在血河上 自然而然就可散出镇压的气息 百渡此周 巡查血河 镇压神虫 这便是百渡人在此河的意义 也是他们赎罪的方式 而此刻 出现在许清面前的这骚百渡周 便是凌皇先子留给许清的礼物 由凌皇先子的父亲九岸先主 当年为其女 所打造之周 凌望此周 许清目光深邃 他明白 凌皇先子送出这骚百渡周的真意 送给我一条退路 许清心底难难 这骚百渡周 是一个身份 一个百渡赎罪的身份 虽许清如今还不是百渡人 但未来如果有一天 许清在这第五星环 犯下大过 那么这骚由九岸先主打造的百渡周 所带来的退路 将成为他活命的契机 半晌后 许清深吸口气 向着苍穹一拜 随后抬起脚步 向前一步走去 踏在了这漆黑破旧的舟船上 站在那里的一刻 这艘舟船一阵 散出浓浓黑气 将许清笼罩在内 直至一柱香后 周与人 好似一体 于是许清拿起缩衣 穿在身上 拾起斗笠 戴在头顶 随后 盘膝坐下 岁月的气息 从那缩衣与斗笠上散出 与黑气交融在一起 将许清笼罩 遮掩了一切 远远看去 此刻的他 仿佛真的成了一个百度人 一动不动 他在等 看看有没有可能 真的会有鱼而上钩 同时也在感知这艘舟船的内置与结构 而对于船 许清不陌生 就这样 时间流逝 迟天过去 神灵血河岸边 天地间 有一道掌红以惊人的速度 呼啸而来 长红内 是一个青年 这青年面色苍白 身体虚弱 正是 心还此 他终究 还是选择了走这条神灵血河 相比其他几条路 神灵血河不是唯一 可明明中他有种预感 走神灵血河 才是最安全以及最稳妥 所以 他来了 此刻随着靠近 那种安全与稳妥的预感 越发的强烈 尤其是看见河岸停靠着一骚百度 周后 他心底唯唯一松 这一路逃顿 他无论是身体还是修为 又或者心神 都是无比疲惫 两次的死亡 虽都被他的星塔踢死 可每一次重新复苏之后 他都会更虚弱 尤其是第二次死亡 他是故意的 那个时候 他怀疑自己被许清 以某种方式锁定 所以果断地选择付出 一条命为代价 来斩断因果 以此抹去痕迹 而为了真实 那一次他付出的代价 要更大 即便是如今过去了十天 也还是没有恢复过来 虽这条神灵血河 依靠我的修为 是具备横度资格的 但如今的削弱 使我被清洗的抵抗不足 且在血河上若遇到 来自血河本身的危险 也缺少镇压之力 所以 乘坐百度周 才是最好的选择 好在 我之前 从未乘坐过 背心思绪中 新环子速度不减 刹那其所化长虹 直接跨越虚空 出现时已在了岸边战桥上 一步之下 踏在了百度周上 上船的一瞬 那种绝对安全的感觉 瞑漫全身 使得他长长得呼出一口气 随后恭敬地向着 盘膝坐在前方 身穿苏衣浑身 被黑气笼罩的身影一拜 见过前辈 还请前辈开船 素衣身影没有说话 但周船唯唯一晃 从岸边慢慢划开 驶入血河 渐渐 远离了战桥 直至 深入血河 直至 岸边的风景 已彻底地看不见 在这血色的浪花翻腾间 在这大风在船外的呼啸里 在外界神灵的意志浓郁的弥漫下 新环子新神彻底地松缓下来 他坐在那里 转头遥望西部新玉的方向 目中露出一抹凌厉 蓝蓝低语 取清 你我之间 中还有战 你说得没错 划船的苏衣身影 淡淡开口 这话语一出 新环子那里愣了一下 随后猛地转头 神色在这一沙大变 不可思议以及骇然之意 在他心中滔天而起 其身更是猛地从盘膝中站起 你的声音 你 你 苏衣身影 摘下了斗笠 身上的黑气向四周翻涌 露出了面容 等你好久 新环子脑海轰的一声 这一刻 四周浪花之音 天地大风之声 一切的声响都不见了 唯有脑海的轰鸣 如百万千万的天雷 同时炸裂 他无法置信 也不能相信 更是有一种荒诞之感 眼前之人 竟是许清 而冥冥中 之前那一路自己前往神灵血河会很安全的预感 于此刻再次复现 但这一次 这预感里 似有一个苍老且无比熟悉的声音 在他心神回荡 应结 一个月后 神灵血河在南部新域的那一岸 一艘漆黑破旧的百渡船 无声无息的到来 停靠在了战桥旁 其内走下的 只有许清一人 依稀间 可见有一粒浮尘 在他四周飘荡 那是天理的尘埃 第1190章书给他 不丢人 神灵血河 浪花翻腾 将血腥的气息扬起 又被封送至南部新域的岸边 与苍穹的极光明明中相容 成为了血色的一部分 在这血色中 可见一骚无人的百渡舟 渐渐驶入看不见尽头的长河深处 直至不见踪迹 许清站在河岸战桥上 遥望远去的百渡舟 这艘灵皇仙子赠送的礼物 不可被带走 他只能停留在神灵血河上 在这里 等待许清的召唤 取久 许清收回目光 低头看着自己身边飘摇的那里尘埃 天理 许清轻声喃喃 这正是他在斩杀了新环子后 从其身上吸出之物 似线似绿 又非线飞绿 更像是一个想象出来之物 既存在 也不存在 凌望那里尘埃 许清若有所思 此物他没有融入体内 而是打算将其作为外物宝物来用 这段时间在血河上 也曾有所研究 至于新环子 在神灵血河这特殊的环境里 他的每一次复活 只能是在舟船上 且一次比一次虚弱 这使得许清只需坐在那里等待就好 最终 在第七次死亡后 行神俱灭 虽也获得了新环子的准先兜令 但他的死亡 还有待验证 毕竟能真的等到他来 此时本身也存一定的端倪 想到这里 许清目中幽芒一闪 随后抬手一挥 将这天理尘埃收走后 迈步间离开战桥 远离血河 在这南部星域的天地间迎风而行 吉池中 许清也解开了自身准先兜令的遮掩 下一瞬 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轰然爆发 化作一道赤红色的光柱 冲天而起 陆入苍穹极光内 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漩涡 轰隆隆地转动中 许清的气息傍驳惊人 扭曲虚无 模糊八方 这气息 一部分来自他自身 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准先兜令 此刻爆发下 甚至都引动了南部天幕后的星光图 使其显露了刹那 这一刹那里 可见南部与准先兜令对应的星图上 群星璀璨 且其内有三颗星辰 最为耀眼 其一 来自许清 另外两个 则是南部的两大星辰 一为江凡 一为远山素 清环则的准先兜令 蕴含的印记并不多 所以将其斩杀后 我的排名只是进入了前100 如今在整个第五星环 是73位 对于自己吸收新环子准先兜令后的排名 许清一开始有些意外 但很快就有所猜测 想来 是新环子之前经历与重点 大都放在修行上 所以并未太过提前搜集其他人的令牌 应该是打算在极光仙宫内成功踏入准先后 再去进行 取清抬头 望着天幕 不像这两位 他们的选择 与星环子不同 在第三环节前就已收获足够多的印记 如今第三环节下 更是这般 而第五星环的修饰 进入仙兜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在这仙兜试炼里 至少进入前摆的名次 如此一来 大概率可确保晋升 至于第二个方法 是对那些没有参与试炼之修而舍 他们需要做的要更难 既要成为准先 还要在成为准先的五百年内 成为下先 这第二个方法 与我无关 对我来说 只有这第一个方法 许清一起眼 目中露出精芒 这第一个方法 虽前摆的名次 大概率都能晋升 但排名的区别 将影响进入先兜后 获得的资源 许清很清楚 自己接下来修行的重点 将不再视线的提升 而是对心环原值的掠夺 足够的原值 可让我的先胚快速大成 而大成之后 想要让先胚圆满 也需原值 所以 我的目标 是第一 以第一的身份 踏入先兜 许清心中思绪 随着有所决断 其气息也在天地间翻腾 半赏后 遥望远方 所看 是大仙山的方向 这南部的两大星辰中 江凡 就在那里 将所有的星辰 一一淘汰掉 掠夺他们的令牌 那么我自然就是第一 这是最简单之路 那么 李天骄 许清目中露出锐利之芒 向着大仙山所在之处 呼啸而去 十天后 许清的身影 出现在了南部星域的核心之地 远远看去 可见一片似无边无际的惊天山脉 映入许清的墓中 其内山鸾叠起 高峰凌厉 数量之多 怕是不下促十万 周围常年弥漫白色的雾气 隐约可见仙人身影 更偶尔在大风呼啸雾气略有稀薄时 可见一座座刁蓝玉气的奢美宫殿若隐若现 给人一种如仙境之感 至于仙灵气息 更是超出南部其他区域 属于是整个第五星环南部之首 这里 正是南部星域的正统 大仙山 亦是江凡的宗门 遥望山脉 许清并未闯入 他知自己的战力虽在同辈中强悍 更能与准仙一战 但这大仙山内 准仙的气息众多 更有依旅让他感觉无比恐怖的气机密漫 那是下仙之威 不过 按照仙都试炼的规则 非试炼者的准仙大帝 不可干涉 下仙亦是如此 所以此战 堂堂正正就是 取清心底难难 随后站在天地之间 自身的气势滔天而起 准仙多令的气息更是全面爆发 最终融合 交织成一股惊天动地的战役 向着大仙山 漠然笼罩 如下战书 声音 从其口中冰冷传出 将反 战否 声音回荡 与战役同时翻腾 轰鸣八方 瞬息间 大仙山内一道道神念 全部升起 锁定许清的同时 也有审视之意 在内蕴含 这些神念中 不乏准仙 但均都没有阻拦 取清的战书 下得堂堂正正 在这无数人的见证下 仙兜试炼的规则 不可被撼动 这是试炼之战 是仙兜之争 取清神色如常 任由那些神念扫来 自身站在苍穹 等待江凡的答复 而此刻 大仙山内 一处宫殿里 江凡盘西在内 沉默不语 他感受到了外界的气息 也听到了许清的声音 更是感知到了许清的战书 宗门内 没有人来催他去战 他也可以选择缩头 不去应战 因为他知晓 自己不是许清的对手 可他还是站起了身 目中露出精芒 身上的气息持续地升起 形成磅驳之势 一步步 走出大殿的一刻 他看见了殿外 站着一人 江凡低头 躬身一败 师尊 此人中年 相貌不俗 身穿云图长袍 站在那里 好似一座天山毅立 正是大仙山内 身份与地位 仅次于仙君的 蓝云 亦是江凡之师 已不是他的对手 蓝云淡淡开口 以你如今的名次 可选择留在宗门 第三环节结束后 仙兜的名额自有你一个 江凡文言 沉默了片刻 随后摇了摇头 师尊 我可以输 但我无法接受连战都不敢战 进入仙兜 虽对我无比重要 但依靠B站进入 非我所要 说完 他再次一败 接着一步踏去 走上苍穹 走出大仙山 浅身时 在了天地之间 在了 许清的前方 望着许清 江凡好似回到了 仙公第四层世界 那一幕幕 映入其脑海 随后深吸口气 右手一挥 顿时属于他的准仙兜令 在其线的牵引下 与自身分离 漠然飞出 落在了一旁 赢了我 此物归你 话语一出 江凡身上气势惊天而起 浓浓的雾气在他四周凭空而出 不断地翻腾 不断地席卷 笼罩八方之后 以席卷天地之势 以镇压环宇之威 向着许清那里 漠然而去 江凡的线 要比进入仙宫前 明显提升了不少 此刻其物之威 能吞噬所有 能遮掩万物众生 刹那间 就将许清笼罩在内 甚至对其时空 也都开始了渗透 使许清所在的那片时空 也都被雾气占据 只是 下一刹 当江凡还要出手时 其脚步不由的一顿 苦涩之意 在他心中升起 因为他目中所看 天空上 大地上 四周八方 整个目中的世界 赫然全部都是许清的时空 好似 成了一个万花筒 那属不清的时空中 只有一个 被其物气弥漫 而其他的时空里存在的许清 都在平静地向他看来 直至 其中一个时空内的许清 一步走出 站在了江凡的身后 抬起右手 在江凡无法阻挡 也无法抵抗中 落在了他的肩膀上 只是轻轻一拍 下一刹 江凡身体轰鸣 脚下传来碎裂之声 那不是虚无的碎裂 也不是大地的声响 那是 时空的断裂 没有继续 也不需要继续了 取清从身躯僵直的江凡身边走过 捡起了准仙兜令 挥手间消散了所有的时空 走向远方 一句话也没有说 直至远去 大仙山内 至高峰上 那座荧光闪耀 神圣如祭坛的大殿内 依旧歌舞升平 台祭坛相散出的烟鸟 还在缭绕 殿中央悬挂的八角宫灯 光芒一如以往 顿坐在上手的那位 身穿银色长袍的老者 淡淡一笑 先物时空 又有平行 以主宰之境 成大地之线 此此 非持中物 难怪引得先尊看重 外界 江凡沉默 他知道自己不是许清的对手 可差距如此之大 甚至反抗都无法做到 这一点 让他内心的苦涩 浓郁至极 取久 其身边虚无波兰间 他师尊蓝云的身影 从内走出 站在江凡身旁 看了延许清远去的方向 平静开口 出给他 你不丢人 第1191张没出席的玩意 先都是恋 分为三个环节 其中第一个环节 是先都拿出一万令牌 由四大星域一万修士去争夺 这个环节 很是残酷 令牌一主的次数最多 但至少 对于修士而言 还有选择 可以选择不争 可以选择不参与 直至 进入第二环节 四大星君给予传承 众生皆可感悟 以此吹响加速试炼的号角 在这个环节里 具备优势的修士 会被放大 不具备优势者 将自然地削减 同时在这个环节的斩杀行为 获得令牌的同时 也能获得对方的传承 以此让自身越来越强 这种激励 使识链的层次 变得更剧烈 最终 是如今的第三环节 这个环节 是最后的淘汰与抉择 以猎杀与掠夺为主 而经历到这第三环节后 此刻的第五星环 曾经总体数量为 一万的具备准先多令的修士 随着不断递彼此杀戮 数量也在减少 除非是具备完整的线 才可以将令牌分离出来 不然的话 无法将融入体内的令牌取出 失去令牌 就代表失去生命 这是一种必然 每一次先都试炼的开启 当决定走上这条试炼之路的 那一刻起 就注定不归 要么成功走入先都 要么只能是行神俱灭 成为资粮 当然若有极好的运气 也还是可以存活下来 只不过这样的苟活 已远离了试炼的初衷 故而眼下 在南部星域 准先多令的数量 几乎是每日欲减 如今只剩下不到500 此刻 这位于南部星域数量 不足500的准先多令修士里 有大半都心神范起波澜 有所感应 纷纷将意识融入自身的令牌内 查看星图 南部的准先多令星图上 可以清晰地看见 曾经位于大仙山 代表江凡的星辰 从之前璀璨次目的程度 瞬间黯淡 被另一颗星辰所吸收 于是 整个南部星域 出现了一颗亮度上 超出所有的浩瀚星辰 等勉强与其比较者 唯有位于远山家的那一位 除此之外 再无任何星辰 可以与其争辉 一时之间 这一幕在那些具备准先多令的修士心中 掀起轩然大浪 江凡败了 身为我南部第一星辰 谁能让他败 不是远山素 难道是其他三玉里 有星辰到来 哗然 在那些具备准先多令的修士心中 升腾间 被他们所瞩目的那颗璀璨之星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直奔远山家 这一幕 立刻就让整个远山家族震动 身为南部第一家族 远山家不缺少强者 只是先都试炼的规则 他们还没有挑战的资格 于是在这焦虑里 远山素从家中走出 一身白色长裙的他 站在家族之外的天灵山上 遥望远方 其四周 都是家族之修 一个个神色凝重 如果说一开始 他还不确定那出现在南部的第三颗星辰是谁 那么当他注意到对方只是去了大仙山 就将代表江凡的星辰吸收后 他已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能做到这一点的 只有两位 一个是星环子 另一个就是那个人了 星环子 有东部传来消息 其星辰陨落 那么这一位 一定是那个人了 远山素神色有些复杂 从第四层世界离开后 他是最先走出仙宫的几人之一 而回来的这些时间 他每每想起仙宫之行 脑海浮现最多的 就是一个人的身影 虽他目的的达成 获得的好处不少 自身修为也随之增长 但那个人的身影 如同一座大山 让他这里压力巨大 同时 复杂意识如此 毕竟 他与那个人 曾拜堂 虽只是在历史镜像里的各取所需 但波澜在现世 依旧存在 远山素的思绪 在心中不断起伏时 远方的苍穹 吐起雷鸣 有大风在天地呼啸 发出乌叶之声 在这云涌之际 天边走来依人 一身黑衣 一头黑发 走在苍穹 如同走在岁月中 掀起阵阵时光的浪花 正是许青 他出现的一刻 四周远山家族的修饰 纷纷神色变化 其内几个远山家的准仙老祖 一个个气息散开 使八方扭曲 如灵大敌 只是 来自他们的威压 许青之若望闻 他没去理会这些 依旧神色如常 在苍穹前行 一步步 走过那些远山家的修饰 无视来自远山及格老祖的目光 来到了天灵山上 站在了远山素的面前 抬起了手 打来 许青淡淡开口 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却蕴含了不容拒绝之意 远山素沉默 四周其家族及格老祖 身上波动鸣血 一个葛木中冰寒之时 一声轻叹 从远山素口中传出 在这叹息里 他右手抬起 于四周家族修饰的惊呼下 一掌落在自身眉心 碰的一声 处于他的准仙都令 从其体内 被他强行剥离出来 随后一挥之下 他的准仙都令 带着刺目之光 直奔许青而去 最终 落在了许青的手掌上 许青并未去看手中的令牌 而是慕有深意的凝望远山素 平静开口 进入仙都 还有第三个方法 远山素给出令牌的决然 让许青感觉这里面 或许存在第三个 进入仙都之法 故有此问 在失恋的过程中 静声成为准仙 这是属于第五星 环八位星辰的特殊之法 远山素深吸口气 缓缓开口 许青文言 点了点头 他自然看出远山素身上的气息 距离踏入准仙 只差一丝 想来对方在仙宫的收获不小 但这与他无关 此刻手掌一握 随着掌心令牌的消失 苍穹翻腾 璀璨之光 从他身上爆发开来 此光冲入天空 下一瞬 苍穹轰隆 南部的星途 与天幕再次出现 星途上 代表许青的星辰 其光芒之浓郁 独一无二 南部 第一 更有明明之感 从准仙都另散出 使许青感应到了自己 在整个第五星环的排名 第五 前面四个是谁 许青不在意 因为只要按照他的计划走下去 那么没有人可以与他争夺第一 那么 仙都见 许青看了远山素一眼 转身走上天边 在远山家一众羞食的无奈下 渐渐远去 直至半晌 远山家的几位老祖 身影落下 站在了远山素的身边 促人让老祖们失望了 面对此人 我连出手的尝试都没有 远山素低头 轻声开口 及格老祖沉默 促袭后 其中一位叹了口气 此人 莫说是你 就算是我等 若与他交手 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与那位星环子比较 如何 远山素摇头 星环子陨落了 虽不确定是不是彻底死亡 但我想他的陨落 硬是此人所为 几个远山家族的老祖 各自叹息 与这样的人活在一个时代 南远山素文言 笑了笑 这样才有趣 第五星环 北部星玉 建仙门 与南部星玉 大仙山的连绵不同 与东部星玉 星环塔的浩渺亦不同 这位于北部的正统之宗 修建在一棵庞大的陨石上 其四周八方 都是剑气形成的风暴 剑音持续 传遍九天 而风暴内的那颗陨石 自身巨大惊人 如同大山 甚至站在山下去看 高耸入云 看不到尽头之处 关于此时 有很多传说 有人说他不是第五星环之物 世外星环飞来 被剑仙门的蓝符剑仙所获 借其感悟 故而以此成踪 也有人说 这是当年第五星环的星空被填平石 余留的一块填星石 书法众多 源头未知 而剑仙门 也的确就是修建在了这块巨大的陨石上 此刻 这巨大的陨石表层 剑仙门的中兴广场中 千钧必义 正在那里小心地布置各种静置 一边布置 二人还一边神念交流 星环子被他弄死了 江凡的令牌被夺了 远山那小娘们最没骨气 居然连动手都不动 现在那个家伙 正在来北部的路上 我觉得他来此 可不仅仅是为了我们的准先东令牌 没错 我认为那个家伙来 是要将我们收服 在第四层世界认主 这是我们此生最大的耻辱 绝不罢休 绝不罢休 按照我们的计划 他只要来了 就让他好看 千钧必义两人 咬牙切齿 飞速地将各种静置 打入中兴广场上 直至在此地布置了促日后 他们才心底松了口气 盘膝坐下 就等他来 而此刻在二人之上 剑仙们的苍穹中 那无尽的剑气风暴内 躺着一人 此人一袭蓝衣 一头挥发 身边一把蓝色古剑飞舞 剑名蓝符 故事人称其为蓝符剑仙 他躺在剑气上 一边喝着酒 一边看着自己两个弟子在那里捣鼓 半晌之后 叹了口气 当年眼瞎了 怎么收了这两个没出息的玩意 二打一都打不过 还要在这里布置静置 这是要偷袭 第1192章一顿操作猛如虎 第五星环 分为东西南北 不过 与旺谷大陆的北方不同 这里的北部星域 并没有雪 反导式炎热的区域占绝大多数 尤其是 在有一些大事件流传时 随着北部修饰的谈论 无论是氛围还是天气 似乎都更加的炎热起来 如此刻 在北部星域内靠近建仙门的一处小城里 茶楼中 议论纷纷 这段时间 此地应该是最热闹的几个地方之一了 无论是个大宗门 还是各个家族 部落 可都是安排了各自的嫡系来此 建仙门的那两位新臣 建到大城 他们的开建大典 自然轰动整个北部 那可是我们整个北部最闪耀的天交 也是北部这一带修饰最为崇拜的两位 他们的开建大典 自然引得各方去观礼 看来 仙陨一行 对我们北部这两位天交的触动很大 他们的收获也是惊人 据说 他们在仙陨之地 将自身的建灵 成功地凝聚出了先议 如见被开认 茶楼内 关于千金必义的议论 此起彼伏 听着这些讨论 许清坐在这茶楼靠近窗户的位置 拿起面前的茶杯 闻着茶香 神色如常 北部修饰 并不喜酒 而是对这种灵茶颇为钟爱 故而各个城池最多的 就是茶楼 那两把剑 有点意思 许清将手中的茶 放在嘴边抿了一口 感受这灵茶内蕴含的一缕 很是特殊的似于苦 直至这苦涩之意在舌尖 渐渐化开 成了方田 这是许清来到北部新域的第三天 应对北部的不熟悉 所以许清在来此的路上 本能地将自己准先都令的气息隐秘 使自身的星辰之光 不展现在北部的新土上 而来此之后 他就听说了关于千军必义 这两把剑的开剑大典 此典 在三天后举行 要进行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结束的一刻 其实就是第三环节终结之时 这是 怕了 许清若有所思 他在南部所行之事 虽还没有彻底传开 但他相信那两把剑 应该是关注过的 那么 是什么依照 让他们认为 这两个月的大典 会让他们有安全感呢 不可能是其宗门 先都试炼的规则不允许 故而这大典内 十有八九存在了布置 等我过去 取清想了想 将手中茶杯里的灵茶 一饮而尽 三天后 剑仙门所在的那颗陨石 四周修饰众多 来自北部各方的势力 已然汇聚于此 使这八方的氛围 沸沸扬扬 热闹非凡 都在等待官吏 而在陨石上的剑仙门内 同样这般 无论是剑仙门本身的修饰 还是外界具备身份地位者 此刻都环绕在中兴广场四周 笑谈间 等待开建大典的举行 直至 随着及时的到来 天地轰鸣 两道惊天动地的长虹 从中兴广场上冲天而起 远远可见 细时浩瀚 陆入天目极光的一刻 赤红的光芒璀璨 像着八方如海一般扩散开来 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漩涡 通隆隆地转动中 就连剑仙门所在的陨石 也都被牵引散出了蓝色的光 这些蓝色的光 升空而起 与红色交织 于是红蓝之盲 在剑仙门闪耀 渲染八方 外界之修 眼看着一幕 思绪起伏 纷纷凝望 内部之修 各自含笑 心中期待 一时侧目 只是 在这万众瞩目下 在这剑气滔天中 出现在广场上的千军弼翼 他们的心情 一直在波澜 二人的传音 一直在持续 那人没来 本以为他会在大典前到来 可此人却没出现 难道 他是打算在大典中现身 不管了 反正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他若怕了我们不来 也就罢了 但若真的出现 今日 就是我们兄弟二人 一雪前耻的时刻 可 打不过怎么办 打不过 就投降 反正丢人的不是我们 是师尊 他连感悟中的两个弟子都保护不住 仙君之名 丢大了 哥 你说得对 千军必亦相互看了看 都看到了彼此目中的勇气 随后他们同时深吸口气 各自脉部间 身上的剑气爆发 与这红蓝之光融合的一刻 两道仙异 赫然从他们身上升腾而起 下一瞬 只见在二人的头顶 出现了两把模糊的剑 这两把剑 充满了古异 蕴含了岁月的气息 出现的一刻 吸引了四周无数的目光 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心神波动 若是有其他星臣在此 必定可一眼认出 他们 正是在第四层世界内 于剑炉中出世的仙剑 此刻出现后 来自运神的蓝光与苍穹的极光 似成了魔力剑锋的光纱 环绕这两把模糊的仙剑 在其上不断地流转 如打磨一般 使这两把剑 剑气更浓 锋芒更利 剑芒亦是如此 按照大典的流程 这种打磨 要持续两个月的时间 而在这过程中 随着打磨 仙剑会越发璀璨 且时时刻刻都会散出剑意 使来此观礼之人 可以对其感悟 至于千军必义 他们盘膝坐下 四目闭合 全身心地沉入境去 一时之间 赞叹之声 从各方传出 崇拜的目光 也于四方不断 仙剑门中 剑阁内 也有揶揄之声回荡 蓝兄 你这两个弟子 的确不俗 说话之人是个中年 身穿红袍 目光在下方的广场上一扫 笑着开口 其旁 正是蓝芙先君 只是此刻的蓝芙 他表情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俗葛屁 他们两个 此刻心中一定是怕得要死 说不定还会非议我 认为若出意外 不是他们狗屁的缘故 而是我这个师尊的问题 红袍中年文言笑了笑 目光落在下方人群中 一个似乎处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身影 书其不存在 是因他站在人群里 四周的修饰仿佛对其没有任何察觉 书其存在 是因他的这种状态 在可以看清之人的目中 无比的显明 无比的特殊 他们怕的 是这个小家伙吧 难怪被先尊看中 他的县 让我想起了当年的极光先主 红袍中年有些感慨 蓝兄 说起来 你当年可是极光先公里 第一真君在外收下的弟子 蓝芙先君文言 叹了口气 只是记明罢了 且我那位田仪师尊 也没出现过几次 也从未带我去过极光先公 不然我也没了 可终究 也有因果 红袍中年轻声道 蓝芙再次一探 你知道我最厌恶你哪一点吗 我知道 我最厌恶你的 就是你总是喜欢将我要说的话 提前说出来 我明白 对了 那个小家伙 在看我们 红袍中年笑了笑 一指下方 建仙门 广场一侧 人群里 许青台起头 遥望远方这建仙门内 最高的一座阁楼 隐约间 他在那里感受到了凌厉之意 虽看不清晰 但心底已有猜测 于是许青想了想 向那里抱拳一败 随后 一步走出 跨越了人群 跨越了虚无 走到了广场内 走到了那两道剑气外 走到了 正在被魔力的两把仙剑旁 抬起手 轻轻一挥 这一挥之下 那两把正在被魔力的剑 突然震战 下一杀 在四周众人的不可思议里 他们竟散出了欢腾之意 好似雀跃一般 竟从魔力的状态中 直接脱离 直奔许青而来 与此同时 下方盘膝打坐的千钧地翼 也是猛地睁开眼 他们的心中 竟也在这一瞬 升起了雀跃的本能 但下一刻就被他们强行压下 他来了 那是我们的剑 和他拼了 千钧必以呼吸瞬间急促 毫不迟疑 也不在乎四周众人都在观望这里 各自掐绝 向着广场地面 漠然拍去 次掌路下的一刻 广场轰鸣 一个个环形光圈 瞬间升起 数量之多足有数百 而每一环 都在升腾中爆发出恐怖之威 向着许青那里 层层而去 与此同时 千钧必以身体站起 各自掐绝 神色凝重 口中传出低吼 起剑 剑落 下一杀 广场轰鸣 一把虚幻且巨大的剑 赫然从这广场大地内升起 其内流光闪耀 气势辉弘 剑气惊天 向着上方的许青 漠然冲去 与此同 在上方 此刻也有一把大剑 从光海里形成 向着许青这边 一样落下 没有结束 在数百光环 以及这两把虚幻大剑之后 千钧必以二人身体一晃 彼此再次掐绝 各自喷出鲜血 允剑 下一杀 剑仙门所在的陨石 蓝光爆发 从这蓝光里 飞出了数千把蓝色长剑 直奔许青 在其四周环绕旋转 形成剑阵 配合上下之剑 配合那数百光环 沙发滔天 这些 正是千钧必以二人为许青所准备的禁制 如今一口气被他们二人全部摧发后 这两位目中果断 再次掐绝 彼此身躯一晃 竟相互中叠 飞速地融合在一起 成为一人 不惜蹊跷流血 不惜损失原职 双手掐绝 只向临近许青的那两把雀跃的仙剑 这两把仙剑 忽然一阵 雀跃被镇压 灵力被唤醒 如要是主一般 冲向许青 这一切说来话长 但都是在许青出现的一杀出现 而面对这些 许青神色如常 抬手间 有一粒浮沉 从其手中飞雾而出 随后 向下轻轻一落 苍穹一阵 大地轰鸣 虚无摇晃 时空震荡 那是天里的尘埃 虽然会议 就算了 会议 看着 这一切说来话长 这一切说来话长 不仅有 这一切说来话长 这一切说来话长 维亡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